大家早上好 这两天的周末 哎呦这个小猫在家 在我们家还挺开心的 现在猫猫要去上班 你也要抱下去了 放在外面了 有人会问这个猫你不要赶出去 第一 这猫不是我家的 第二 这个猫它喜欢是散养的 家里要有人 不然它会叫 第三猫还要上厕所 不要以为就是 你为什么不搞一个 那个叫什么的 沙盆 猫沙盆给它呢 我都说了 重复第一条 它不是我家的猫 对不对 你给人家搞了个猫沙盆 你不让人家回去了 如果我是他家的主人 我不要生气的 我养了一只猫 整天不着家 是吧 现在天冷 它不怎么出去 而且它特别喜欢待在我们家 没办法呀 现在我们要上班了 家里头没人了 所以必须要给它放出去 就算我们天天在家 他一天要出去 无数遍 他不喜欢 就是好像在家里头上厕所 好像是 还是谁家的 我们还不知道呢 下楼吃点东西吧 吃点东西就回家了 你家的另外一个妈妈也在等你呢 妈呀 下大雪了 他在雪下的 我就在考虑着我怎么回去 看我骑着我的这个小毛驴过来的 有的地方 华尔就不能骑了 给大家看我们的水有多大 趁着这个水还没有结冰啊 赶紧给它扫掉 都是 看我家的这个路口 这是我家的楼梯口 我要给它扫掉 现在这个雪好 好少的不得了 你看 就好了 如果等会结冰呢 它就难产了 难弄的不得了 这是很好的 看门口 还好这里下雪 不是次数很多 不然的话 下一场弄一场 下一场弄一场 翻死了 门口扫完了 现在扫车库门口的 都给它 放到这个里下 它就会化掉了 看这边 路上都没有了 因为人家撒盐了 现在扫的怎么样 这边我也简单 给它扫了一下子 炒菜了 今天晚上吃闺女做的 虎皮凤爪 结果做成了广东的 那个叫什么 早茶的鸡爪子 因为我老公他不吃鸡爪子 所以呢 我就给他炒一个鸡蛋吧 我们开始 5个鸡蛋 我们开始吃饭 那个猫 他非要坐在凳子上 你看 你说他这个躺的 你说你这个爪子 咋放里面 你看 跟大鸡腿似的 妈妈要吃饭了 嗯 妈妈才舍不着吃小猫猫呢 看这鸡爪子 你把鸡爪弄到这里了 跟它吊一个 他也不吃 我要吃大葱 就是红烧鸡爪子 没有虎皮 这一点点 嗯 过来到妈妈这里来 这个猫 从那边走过来 它就蹲到我这里了 来啊 过来啊 过来啊 猫猫 过来 妈妈 过来 一二三 你看他在躺在这儿 咦 你还跟妈妈客气上 妈妈懒了 妈妈在桌子还没收拾呢 姐姐上楼睡觉去 你看 他躺着了 你看 他就喜欢往人山上躺 他就喜欢跟人在一起 你这个爪子得剪啊 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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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太长了 嗯 是不是啊 走路就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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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人家还以为你穿高跟鞋的呢 嗯 嗯 他喜欢 他喜欢 他喜欢人家怎么弄的 怎么你现在都感觉是我们家的咯 嗯 妈妈对你好不好 妈妈今天要洗澡呢 嗯 我们要去收拾屋子了 嗯 大家看这是我的餐后甜点 等会吃完就可以刷了 提拉米是我老公做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法子告诉我 他能不这么水不浪机的吗 我也干干的 这是我老公第一次做 喂的可好吃了 嗯 猫猫 猫猫 妈妈要去洗澡了 妈妈去洗澡了你去不去 要洗澡吗 嗯 他这个爪子指甲好长 看来 想给他剪还不给剪 妈妈上楼睡觉了 妈妈去洗澡然后睡觉 他晚上等会就要上楼 要睡觉的 好了跟大家拜拜好不好 祝美女姐姐和哥哥们 晚安